当您开始考虑要把孩子送出国读书 特别是来美国读书的时候 自然您有层层面面的很多复杂的问题您要考虑 而在这些问题当中 首当其冲的就是时间问题 所谓时间问题 就是说您什么时候送孩子出来 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呢 是因为您在一个孩子成长的不同的阶段 送他出国读书影响非常的深远 而这个影响绝对不单单只是在学习方面 而是会影响到他全人的成长 而且您要考虑到 您现在不是送孩子去一个新的学校而已 您是送孩子出国 到一个新的国家 一个新的环境 面对新的文化和语言的挑战 那这个时候 孩子在面对这些新的事物的调整过程当中 很容易出现自我定位的困惑 这方面的问题 而我们知道自我定位呢 自我形象定位是一个人的这个健康成长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另外一点呢 就是很容易被中国家长所忽略的 就是在美国读书 特别是当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呢 家长的参与度是很高的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它有点像是这个家长跟孩子要一块上学 很多事情需要家长参与 所以您在考虑什么时候送孩子出来的时候呢 不能单单的只是考虑孩子的现状 您还得考虑您现在自己的现状 怎么样做调试 那未来的这个时间呢 咱们就花几亿的时间呢 聊一聊 在孩子不同阶段 您送他出国读书 特别是到美国来读书 各自有什么优势跟劣势 那要了解说不同的阶段 送孩子出来读书 有什么优势跟劣势 首先咱们得知道这个阶段是怎么划分的 这个事儿当然是见仁见智的 我个人呢 把它分成两大阶段跟四小阶段 那我所分的两大阶段呢 第一大阶段 就是我称之为小留学生阶段 这个呢也是过去这十年来 这个国内来美国来的最多的这个族群 那在小留学生阶段里面呢 我再把它细化分成两小阶段 第一小阶段呢 我称之为小学初中阶段 用年级来划分的就是一到八年级 相当于国内的小学到初二 第二小阶段呢 在这个小留学生的大阶段里面 第二小阶段就是高中阶段 在美国呢是九到十二年级 相当于国内的初三到高三 您会看到说这个国内跟美国的 对年级的划分有点不太一样 这个问题咱们以后再聊 那我说这个留学的第二大阶段呢 我称之为传统留学生阶段 这个是过去三十年 咱们以前谈到留学生这个词 讲的最多的 就是说这个分成大学跟研究所 这两小阶段 这个话题呢 因为近年来不是这个大家关注的焦点 所以我们今后的节目呢 不会花太多的时间 那以后再谈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呢 看一看这个 在孩子小学跟初中这个阶段 送他到美国来读书都有什么优势 那第一条优势呢 就是他在这个语言跟文化的融入跟学习方面的会比较快 一般的孩子在小学初中这个年龄 来了美国 他学习能力很强 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很强 而且呢 这个时候还能这个身边接触到这些美国的孩子之后呢 很快的他就会跟他们打成一片 所以呢 一般呢 孩子刚刚开始来 只要这个不要太放纵 不要天天在家里面就是说看中文呢 这个什么事都出中文的 在学校都这个教中文朋友的话 稍微用点心 一般六个月这个听跟说 在语言方面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 可以很自然的跟别人沟通 那读跟写呢 一般一年到一年半以上 基本上也就能跟得上了 当然了 真正要达到美国孩子的程度 可能呢 在这个读跟写方面 一般时间还会稍微再长一点 但是至少作为基本的这个读写沟通 在这个一年到一年半左右 就都没问题了 那这个时间段呢 来美国呢 它的这个第二个优势 就是它的这一个教育方式 它比较容易适应 因为美国的这个教育方式 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为什么说这个教育模式 或者教育方式 需要一定的时间适应跟融入呢 因为美国的这个教育体制 本来就跟中国不太一样 特别是在小学 或者初中这个阶段 美国呢 它的这个教育方式非常多元 非常灵活 而且呢 比较偏重注重于这个孩子的 性格品格的培养 而不是太注重这个学术知识的这个建立 所以跟中国有一点有点不太一样 刚开始来的时候呢 孩子跟家长都不太适应 这个问题呢 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大家就比较容易明白 就是我有一个客户呢 这孩子在这个美国送来了 上这个私立学校的小学一年级 以前在北京上的这个幼儿园 到这个小一年级呢 开学第一天带回来这个作业 可是把这家长给吓着了 说这怎么能是小学一年级孩子的作业呢 说这作业不是说 几家级等于几 或者说任何这种学术性的东西 也不是让你背什么东西 而是呢 有这么样几个问题 我跟您说出来 您就能够体会这个家长的心情了 但这孩子带回来小学一年级的作业呢 这样问 说那你描述一下 一个好的朋友 应该具备怎么样的品质 换句话说 就什么样的人才能算好朋友 然后呢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认为一个人遵纪守法 为什么很重要 为什么应该遵纪守法 还有其他类似的问题 比如说呢 你认为一个人准时啊 这个守约为什么很重要 为什么这个公共部门 这个警察 消防局 这些这个岗位的存在 对社会的安定很重要 这是小学一年级问孩子的事 这个您在中国是不可能想象这个事的 但是呢 在美国它就是这样 美国的小学跟初中的 它不会让你背很多很多东西 或者说做很多很多的练习题 但是呢 很多的这一个教育方式呢 都是围绕在于说 你这个孩子想做什么 喜欢什么方面 高考预备的时间比较足呢 也是这个小学初中的阶段 送孩子出来留学 一个很大的优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取决于您对孩子的要求 或者说孩子对自己的追求 在什么阶段 那过去这些年呢 美国的这个高考 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SAT 或者说ACT 这两款考试呢 经历了很多很多次的这个改制 像比如说2016年的三月份 这个ACT又改制了 当然它的这个改制的内容呢 以后咱们有时间 这个您自己慢慢看的时候呢 会发现说 其实改的这个制度呢 是越来越好了 越来越人性化了 但是呢 也不免对于 刚刚从中国来的学生 在语言上 稍微还有点挑战的时候呢 会有一部分的新的挑战 那所以呢 如果说您的孩子 将来希望上非常好的大学 美国顶尖的大学的话呢 它的这个预备时间 必须很充足 那新版的ACT跟以前比呢 不用像以前那么长时间的预备 但是呢 本地的孩子 我可以跟您说 如果说是希望上 比如说长春藤啊 或者说特别顶尖的 这些美国大学的话 他一般都是可能从七八年级 就开始针对这个ACT 或者ACT这种高考制度 里面的提型锻炼这个适应 包括预备考试方面的 开始做某些方面的补习 或者说预备了 所以呢 您小学或初中的时候 送孩子来呢 在这方面 您并不输给本地的孩子 他的预备时间很充足 那最后一个呢 小学初中的时间段 送孩子出来留学的时候呢 特别到美国来呢 最后的一个优势 就是这一个 他的适应阶段会比较长 或者说他的过渡时间 也比较充足 您的孩子在这个阶段刚来的时候 他肯定都得有一段过渡的时间 这个过渡的时间 不单单指的是 所谓的咱们一般讲的文化上 或者说单纯的语言上的过渡 他整体这个适应新的学校体制 都需要一个过渡 而这个过渡阶段呢 您总要给他一到两年的时间 意思就是说 除非您的孩子来的时候 已经英语精通 可以当外语翻译了 否则的话呢 他刚来的时候呢 一般正常的情况呢 他上这一个学校的 不管是英文课 还是一些英文成分比较重的 比如像历史课 这些课程的时候呢 他可能上的是一个叫做ELD 或者ESL的课 这些课呢 指的是一个英语 不是母语的一种过渡班 您上这个过渡班呢 您刚开始的时候觉得 可能不太在乎 但是这个对于孩子 申请大学的时候 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影响 是因为呢 美国的这个任何的四年制的正规的大学 就是不包括我们所谓说的大专 或者说成人技校 如果是真正四年制的本科大学的话 他最基本的要求每一个申请的学生 高中的成绩里面 一定要有四年的正规的英文班的成绩 所谓正规的英文班的成绩 就是说不能算这个ESL或者ELD 这种过渡班的 所以说呢 如果您的孩子 美国的高一 也就是九年级的时候 才来的话 他第一年用一年的过渡 上这个ESL或者ELD的课 那就变成说 他最后只有三年的正规英文的成绩 可以去申请大学 那大学不收的 他就意味着说 他一定要用暑假或者寒假的时间 出去到别的地方 上密集课程 补回来 第一年缺的那一年正规英文的成绩 所以这个呢 就是所谓的真正是 从一个战略的角度上来讲 看这个过渡问题 如果您的孩子是小学或初中来 就没这个问题了 因为呢 美国大学的申请呢 大学是完全不考虑高中 或者说九年级以前的成绩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您的孩子一方面在英文上 可以用一两年的时间 跳出ESL或者ELD 另外一方面呢 因为他刚开始说英文有一些不适应 或者说对美国的这个教育制度 有点不适应 他有一些成绩刚开始 可能不是最理想的 不是他真正能力能达到的 也没关系 因为大学不看 到九年级的时候 卯足了劲就没问题了 好了 咱们现在聊了一下 这个小学初中阶段呢 把孩子送到美国来读书的这个优势 现在呢 咱们讲一讲劣势 或者说呢 比较有挑战性的 这个四大问题 首当其冲的这个问题呢 就是呢 在这个阶段 因为孩子比较小 所以家长呢 肯定有一个陪读问题 意思就是说呢 您这个阶段的孩子 您很难把他放到寄宿家庭 或者说呢 您如果有亲戚在美国 有朋友在美国呢 除非真的跟您关系是非常非常亲密 否则这么小的孩子 您放到人家里去呢 我想您也不放心 给别人呢 也真的是很大一个压力 所以呢 一般情况来讲 家长一定得陪读 那这个陪读呢 自然就牵涉出很多很多其他的问题 包括您自己在国内的事业 您自己的工作 您自己的这个家庭生活环境 对您自己会产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他就不单单是孩子了 孩子这时候来很容易适应 但是家长这个时候来 这个需要转变的东西 可就非常非常多了 所以这个是家长陪读的一大挑战 送孩子到美国来读书呢 这个家长的参与度很高 这个问题是很多国内的家长 忽略掉或者说从来就不知道 中介呢 其实也很少提 那但是这是很大的一个事情 很多中国的家长都不能够适应 我这个问题呢 要说明这个问题呢 我给大家再举个例子 大家就比较容易 这个比较生动形象的去了解 我也给您举个例子 说我一个客人的这个孩子 从学校带回来的作业 我这里用两个作业的例子 一个作业呢 就是说呢 这个孩子带回来一个作业说呢 这个这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啊 带回来一个作业说 这个作业的要求呢 是让这个孩子给自己照张相 或者说呢 用画的也可以 反正呢 把自己弄在一个照片上 或者一个图画上 然后呢 把这个纸板形的自己呢 剪下来 贴在一个纸板上 变成一个纸板模式的自己 然后呢 把这个纸板模式的自己呢 寄到一个住在别的城市 或者美国别的州的 一个亲戚或朋友家里 然后呢 要求这个别的州 或者别的城市的 这个亲戚朋友呢 拿着这个纸板形式的 这个学生 到他所住的地方呢 这个旅游景点 或者名胜古迹 反正这个地方 比较有名的地方去做游览 然后呢 要拍一些照片 拍一些照片呢 连同这个纸板形的学生 寄回给这个孩子本身 孩子收到了之后呢 要根据这些照片 还得写 自己做这个上网去做研究 这些景点都有什么典故 或者说都有什么传奇的故事 然后呢 自己写一个类似游记的东西 然后呢 有一天 这个全班 同学每个人轮流上台 去展示这个自己的这个虚拟的游记 那这个您就看出来了 这个牵涉都不只是自己家的家长 这还得牵涉到您住在别的州 别的城市的亲戚朋友 一起配合孩子完成这个作业 那另外一个很典型的 美国小学的这个 或者初中的这个作业呢 就是说有一天一个 也是二年级的孩子 拿回来这个作业呢 就是要求说呢 学校说咱们整个这个二年级 咱们要摆一个类似这个园游会 或者说嘉年华 这种这个摊位的这种活动 那有不同的摊位 有游戏的 有吃东西的 可以卖小吃的 那学生呢 两个人一组 也就是说学生要去 你家的孩子要去找另外一个孩子 作为这个搭档 两个人为一组 把一个摊位 这摊位是游戏还是吃的 没关系 你们自己决定 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说呢 这个摊位上 不管是吃的也好 玩的也好 不能是买来的 如果你要卖吃的 这吃的得是你们家自己做的 如果你要是玩的 这个玩的这一个设施 这个游戏所需要的设备 你得自己去制作 不能是买来的 那这么小的孩子 他不可能自己完成这个事 所以学校也明白 所以学校呢 就要求说呢 你不只是要这个学生要去找一个另外一个孩子做搭档 同时呢 这两个孩子的家长也要做搭档 所以他是一个家长孩子组合团队的这么样一个活动 都做好了之后 你们自己决定定价 比如说一个吃的 或者一个游戏收多少钱 有什么奖励 这个游戏赢了 怎么算是赢了 有什么这个奖品 这些东西自己定 然后呢 学校找一天的时间 二年级的学生全部都呈现这些摊位 给三四年级的孩子 那三四年级的孩子作为消费者来这个地方呢 这个选购他们自己用的东西 这样呢 他的目的是为了让孩子从小就建立一个说 首先是团队合作啊 你要跟另外一个人合作 而且呢 你要让你的家长参与 这里面还有个亲子 关系建立的这样一个目的 同时呢 让孩子有一些逻辑思维的能力 说我怎么设计这个东西 我到底要怎么定规矩 我这个东西怎么样才能盈利 怎么样能够受欢迎 很多人来我这 这个这个摊位 来买吃的也好 玩游戏也好 这些思维模式的东西 都是要锻炼 从小孩子 这个要锻炼他的这个思维模式的东西 所以呢 这些东西你又会发现说 家长参与程度非常高 甚至说 在这样一种作业形式下呢 有时候家长投入的时间 比孩子还高 那这个就是我一直强调的 为什么说 在美国孩子读书 尤其是比较小的时候 家长的参与程度非常高 所以家长自己一定得有心理准备 那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这一个亲子关系建立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 很多人不会想到 但是呢 其实呢 您在这个时候 送孩子读书 出来读书 到国外来 您要考虑到孩子这个时候的年龄 跟您这时候的年龄 以及您跟孩子这个时候 不同的人生阶段 为什么说这个年龄阶段 您送孩子出来潜在性的 可能要考虑一下 有些亲子关系的问题呢 这个我不是吓唬大家 而是呢 我讲完这个逻辑 您就明白了 这个您就可能就很容易接受 因为呢 您在孩子 你想小学初中 也就是说孩子可能 这个从六岁到这个十二三岁 的这个年龄阶段 这个年龄阶段呢 孩子还自己在产生很多 对一些东西的意识形态啊 或者说对一些东西的认知 一些价值观的认知 那您在这个年龄呢 可能三四十岁了 那您很多东西 当然肯定都已经定下来了 如果您这个时候 带孩子来读书 尤其呢 刚刚咱们就提到说 这个年龄的孩子 您基本上都需要陪读 陪读的意思呢 您就要考虑一些 很基本很实际的问题 就是您到了这边之后 当然您所有的焦点 都在于孩子上学的这个问题上 您可能忽略一点 就是您自己的成长 所谓自己的成长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您可能就比较能够明白了 孩子六七岁的时候 就来美国了 他从小接受美国的教育 教的是美国的朋友 不管是什么族裔的 但是他教的这些朋友 都是从小在美国长大的 他的思想文化 他的三观 他的这个意识形态 都是美国的版本的 您呢 一辈子是中国的 咱们孔孟老庄的 这个传统的这个思想形式 当您到带孩子到这个时候 到了美国以后 孩子慢慢的成长 它是美国派的成长 您呢 已经固定的是中国式的思维方式 您想想 这个如果您不是尝试努力的 或者说这个主动的 去接触一些美国的文化 慢慢您跟孩子之间的 共同语言 还能有多少 随着孩子慢慢长到 十几二十岁的时候 他脑子里灌输的 全都是美国文化 您脑子里全都是中国文化 您两个之间聊天要聊什么 还有没有共同语言 那这还没有提到语言问题 所以语言问题就是 您孩子很小的时候来了 他语言很快适应了 他以后可能觉得 他讲英文 反而是他最适应的 您不管这个时候来了之后 您怎么去学英文 您肯定讲英文还是别扭 您肯定还是习惯讲中文 那但是如果说您来了之后 您一点都不去学英文 您一句英文都不会说 将来您的孩子满嘴英文 有些词他中文他都不会 您一句英文都不会 您两个之间怎么沟通 这个时间长了 会不会影响到亲子关系的问题 您自己就明白了 孩子的自我定位问题呢 是咱们刚刚开篇的时候 我就提了一下 这个事呢 可能也是很多家长 没有想过的事情 其实呢 作为现在可能您 看这个节目的朋友呢 可能都看过原来一个电视剧 叫北京人在纽约 如果您回顾一下这个电视剧里面 一个很核心的后期的情节 就是这个王启明的女儿 宁宁到了美国之后 一系列的这个叛逆 与这个给王启明带来的一些头疼 其实这些东西呢 都是由于自我定位引起的 是因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或者说呢 咱们现在讲小学初中 可能更小 六七岁七八岁 这个年龄来 他呢 在这段这个初期的阶段呢 他需要去寻找说 我到底是谁 最后呢 很容易都会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说 孩子会困惑 我到底是中国人 还是美国人 那这么小的孩子来 如果特别是小学 一二年级来的时候 他从小跟美国孩子一起长大 或者说受这个美国文化影响比较重 他的思维模式 他的价值观 都是美国形式的 他慢慢的潜移默化的 很容易认为他自己是美国人 但是呢 随着他长大了以后 又因为他外在的长相 他的肤色 毕竟是跟美国人不一样 所以呢 他自己又会觉得说 我好像又跟他们不一样 虽然我内在思想 是跟他们比较相似的 所以他会纠结说 到底我是中国人 还是美国人 那这个是每一个半路出家的移民 特别是孩子 他都要面对的一个事情 而这个事情呢 作为家长 您如果不在早期的时候 就比较关注的话呢 后期很容易产生 很多这个叛逆的问题 或者说将来自我形象挣扎的问题 包括说 他到自己到底是哪里的人 而且呢 这里面还牵涉到一个您的问题 就是您对孩子 肯定有一个自我定位 也就是说呢 您对孩子其实是有一个认知的 比如说您认为他 一辈子就是中国人 他一辈子做一些事情 将来做一些的选择 他应该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去做 而孩子如果同期 他自己认为 他是个美国人 或者说他比较倾向于 美国的思维模式和意识形态 那您跟孩子之间 又会产生一个矛盾 将来在他大了以后 不管是在操偶 他选择工作 这个人生里面 很多重大的决定 可能都会跟您发生矛盾 意见分歧 这些事呢 您也是在这个时间段 送孩子出来的时候 就要特别关注的 今天的节目呢 咱们花了点时间聊了一下 在小学跟初中的阶段 送孩子来美国读书 都有哪些优劣 都有哪些问题要考虑 我大概呢 给大家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个呢 就是说 在小学跟初中这个阶段 您送孩子出来 影响孩子的 远远不止于 这一个 他的学术问题 而是会影响他的综合成长 所以呢 什么时间送他出来 是您要考虑清楚的 他的影响很深远 那也就是因为 他的影响很深远 而且很广泛 所以呢 您要考虑的 绝对不只是学校 挑哪个学校上 而是要考虑很多因素 包括您自己本身 现在的状况 怎么去调试 那最后呢 我的一个总结呢 就是在时间问题 这个事情上呢 咱们说到说 小学初中送孩子出来 我总觉得呢 孩子很幸福 但是作为家长呢 您会比较辛苦 针对什么时间送孩子 出来读书 时间的这个问题呢 咱们今天聊了 小学跟初中的阶段 下次呢 咱们接着聊 聊这个高中的阶段 送孩子出来 都有哪些的情况 需要考虑的 那请看下一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